女人对你动了心想要和你在一起才会给你这些信号 女人常常把自己喜欢的那个人藏在有密码所的笔记本里 在里面写下自己的思念 写下他所有的喜好兴趣 他为了那个人喜 为了那个人悲 为了那个人义无反顾 而当事人却毫不知情 这样的爱终究只会错过 在爱里我们总是会变笨 即使他已经给你发送了爱的信号 可是你还没有接收到 即使在对的时间恰好遇到那个对的人 最后还是错过了本该发生的爱情 为了不让原本美好的事物成为遗憾 你不要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而忽视了那个一直在你身边 为你默默付出的人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从他的眼角眉梢 从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轻易发觉 当他对你心动时 就会忍不住对你好 情不自禁地靠近你 你要知道只有女人对你动了心 想和你在一起才会给你这些信号 当他心里喜欢你时 就会为你吃醋 看到你和其他女生在一起 会有点小嫉妒 心里在想 为什么他的身边不是我 在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 和其他女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他的心里绝对是不好受的 他绝对会很羡慕 那个站在你身边的女人 他特别希望那个人是自己 他更想要知道 是你们在聊些什么 所以他会假装不经意地问你 在和那个人聊什么 也许你觉得他是真的漫不经心 和你瞎聊着天 水口一问罢了 其实他的触坛子早就被打翻了 睡了一地 连着他的心也睡了一地 爱你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你有心上人 只有在乎你想和你在一起的人 才会关心你和其他女人之间的 说说笑笑 聊什么样的话题 即使她是个大度的女人 这也是她没办法接受的事情 因为这关系到了自己的幸福 能为了你吃醋的女人 一定是想要和你在一起的 女人对你动了心 就会每天给你发消息 想要知道你在做什么 想和你多聊聊天 刷网络的传输速度很快 给别人发消息 仅仅需要特别短的时间 但我们又很懒 对自己不重要的人 我们无暇去耗费自己的时间 所以能让她主动联系的人 除了父母和朋友 仅剩下那个她日夜牵挂的人了 你也很好奇 为什么她每天都给自己发消息 你还以为是她太孤独了 没有人陪她聊天 有时候你真的很忙 忙到回复她消息的时间都没有 但她从未间断过 依旧给你发着消息 只有爱你的人 才会这么主动对你 她想离你的世界更进一步 不知从何时起 联系成为了她心中的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因为她觉得联系 是促进感情最好的方式 了解你的生活 也让你更加了解自己 才会有在一起的可能性 当她喜欢你时 总是和你撒娇 这其实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让你明白她的心意 其实女人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 才会展现出自己柔弱的一面 平日里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可以搬很重的东西 可以不需要陪伴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电影 但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她往往呈现的是自己另外的一面 即使是很小的一件事 她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有时候还会和你撒娇 也许是她觉得男人都很喜欢撒娇的女人 所以她才会那么做 目的很明确 她就是希望你能够喜欢她 并有机会能够和你在一起 爱这种东西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一方面也许你真的后知后觉 也许你真的不懂她对你的用心 也许你真的不知道她想和你在一起 即使你也是爱她的 却不知晓她的心意 另一方面总是不敢说出心里话 反而总是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她说爱 那你真的会和幸福四肢交臂 如果她不喜欢你 就不会在你面前表现自己 在闲暇时间找你聊天 在你和其他女人聊天的时候 为你吃醋 爱会留下证据 只带你去找寻